准备 尝试不同的人员配置 那么 北京队呢 还是要拼死一搏啊 每场比赛都想争取取得胜利 然后进入到西游赛 好 二十四号 伟大 刚才是董建的出手 没有命中啊 董建在上一场面对武汉队的比赛中啊 深陷犯规困扰 上场时间并不多 只拿下了两分去赢球 那么就是 能够吃心的把这个事情做好 这个球 裁判失忆啊 进球有效 这边啊 高原突到内线 被对方的刘齐啊 刘齐也是原来我们陕西拿队的一名年龄球员 没错啊 他现在在北京队也是打上了主力啊 也是一名防守汉将的要求 对 没错 其实毕竟邦现在在场上 整个的心态啊 一定还是不要太着急 不要职业 一定值跟魏明亮这种球员去 多学习 去多看 因为魏明亮其实我觉得 徐琼峰的进攻的主动性非常的重要 这边北京队这个前场篮板球 抢得非常的轻松啊 连续 这一撞时陕西队可能就会面临这样的困难 那么今天我们在 这边 马卉斯 如不无人之境 这个快攻的机会啊 被对方再回来打一个 32号 比赛 希望陕西队能够一直坚持下去 直到CBA的大门打开的那一天啊 这是贵的 已经带了好几个赛季的这种球员的感觉啊 非常对这个心态整个球队的这个脾气 没错 是给到笔记光了 没错啊 啊 我们的这个球迷叫消防工程交工 马卉斯 披光间其实把马卉斯防了到第四爷 其实没有太多的这种